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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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大家一個小方向是 第一個 首先你要先看出你的目標 那這個目標到底是對你來講是有益處的還是 沒有這麼重要 你覺得要怎麼樣去評估 就是 例如如果現在想要培養興趣 那其實很明確 因為我想做 那因為我想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 某種程度應該可以說是好的啦 因為就是想阿 我就是想要從做這件事情得到某種東西 所以就有一個心理的預想時 那这个很明确 那即便做了没那么喜欢 那就算了 就是机会成本不高 也许不高 可是如果像我说 如果我要去双龄学位的话 那我必须要花很多 很大量的时间去准备英文 那分析说做这件事情 我实质上能够得到的到底有什么 就是列出plus and counts 就是直接说好 我期许得到什么 然后我可能需要实践的东西有什么 对刚好这一点就是我要带入的第二点是 你要知道这个目标是否真的需要 对就是你开始思考 它的优点跟缺点 评估之后 是否是达到真的是如你想要的 好还是坏 得到的结果怎么样 那就是时间过了才知道 那再进入到我们第三点就是 如何得到这个目标 也就是说要去思考你的优势 还有你的方法 还有你怎么样去执行 对吧 所以分成这种三个层 像英国地产投资人 罗伯大亨他说 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VVKIK 你有听过这个词吗 没有 好那这边跟大家讲 这也是一个目标确立的一个很好有效的方法 那我们了解一下 第一个V叫做Value 就是价值 对那价值他是建议说用 呃用写下来 就是说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以及还要排先后顺序 对因为你不可能一次心力去分散在每一点你想做的事情 那你先把手要的先完成 你会有成就感说 呃你是可以做好一件事情的 对就是不要太弹心去想把一件事都做到一百分 对就是先把一件事情做到一百分 这种概念 第二个叫做Vision Vision就是愿景 就是说问自己 你的人生到底想要追求什么 这个目标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 还有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服务这个世界 而这个目标对你来讲这么重要为什么 然后还有三年五年或是更久 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自己 对这是一个愿景 所以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方向 很多人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但是我认为 虽然计划赶不上变化 但是没有规划拿来的方向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只要方向准确 那其实 规刀成的问题其实自己都 遇到了 那就认真去解决 因为你知道你想要躲在这条路上面 所以这么问好了 你这个方向准确是因为你自己心中 本来就很想做这件事情 我就想做好 就例如说你就是喜欢那个人 你就是喜欢的 就是其实是没有为什么的是吗 你觉得 嗯 硬要说有为什么的话 其实应该会是有一些为什么的 但是 人质性複杂的 没有办法给说就是因为是 对啊 所以如果想要给一些 不确定自己方向的朋友一些建议 你觉得可以给他们说 你真的想什么你就去做那件事情 还是他们连想都没办法想 不是他好像在 disable上去 就是他们很多人就会回答说 我就不知道自己想要 对 可是我觉得 其实我曾经做过一件事情 我花三天的时间 三天排个礼拜的时间 我去买了一张4K的图画纸 应该怎么 不知道 我等一下可以把一个4K的图画纸 写公分 写公分 写公分很重要 我拿了4K的图画纸 做树状图 然后题目是理想中的自己 然后花了大约三天台一个礼拜的时间 一个礼拜好了 感觉比较厉害 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就 把那样子写满 算是写满 就是理想中的我 我想做事情有什么 那 假设我想要做某件事情 例如吉他好了 但我为什么想要学吉他 为什么想要学吉他 是因为 我希望可以 可以做什么呢 可能是 提升生活的品质 可能是 想要在情绪来的时候 有方法抒压 可能是想要 阿妹 可能想要做什么事情 那假设我想要 做 提升生活品质的话 但又为什么呢 为什么想要提升生活品质呢 那其实像刚刚讲过来 你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 吉他拉花什么的 那吉他 我刚刚又分出了这么多 好像是 然后就三项嘛 但是其中一项就是 提升生活品质 那又是为什么提升生活品质呢 这样就做了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可是事实上 光是这一项就可以分更多层了 就第四层之后 你还可以继续分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自我剖析的一个过程 在自我剖析之后 就可以比较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或至少现阶段 可能想要做什么 所以你是认为 每个人都有办法 去自己去思考到自己的一个 我觉得有的啊 你不要有手 你要有笔 就算你没有手 就算他真的没有办法想出来 你觉得就是慢慢想 就一定能想出来吗 是这样吗 独立思考 对啊 每个人其实 也许大学以前 还不太会独立思考的 但我觉得这没关系 因为 对啊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Just right now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好 OK 那这边的部分呢 想问一下 那你觉得 例如你去坏 这件事情对你的重要事情 就好比 瑞克说 他是想要提升生活品质 那其实在想到提升生活品质 后面的细项 又可以再分 怎样提升生活品质 之类的 而且提升生活品质 你可能拉出来之后 你可能会想 我可能是 sorry 提升生活品质可能会是 吉他嘛 拉花嘛 拉花的话又可以拉回 我原本心趣的东西 虽然其实是 夢想都是有连结的 所以我想做的事情其实 有这么多 但是都围绕着提升生活品质在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的本质是一个希望 生活品质非常好的人 而且我愿意提升生活品质 我愿意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就会知道说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但可能会有其他的连结 可能会变成是说 想要做其他事情 然后发现说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种特质 然后也是从这 发现出来的 那你觉得 因为像在做这个 其实是一个很主观的想法 我们继续讲到第三个 对VVKiK嘛 讲到KiK的部分 叫做Key Result Area 也就是关键结果领域 也就是说你设立出的这个目标 那你可以去参考前人 他们是怎么样达成 你可以去参考 各市面上 有真的也跟你相同 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些书籍 或者是一些人脉 或者是透过网路上的资讯等等 你可以去做更多的时间 去了解去投入 好 再来是I的部分 叫做Incoming Generating Task 叫做创造收入工作 也就是说你这些目标 因为人嘛 最主要还是要生活 要生存 所以这个是在最基本 我们需求的部分 他做描述说 你这些优点 或者是这些目标 可以带来最高的工作价值 然后而且要符合 刚才说的关键结果领域 然后去做想办法 创造更多的收入工作 去发挥这些特质 嗯 就是说 这有点像 最近比较流行的 邪杠青年这个概念 就是透过你所热爱 或是兴趣的部分 去投入 让他能有一些价值 金钱的价值 你认同吗? 这应该不是势力的问题吧 这只是 我觉得就是刚好 就是刚好 我拿我例子 我拿自身当例子 兴趣很多 想做的事情很多 比如说 我学了料理 拉花 吉他 广化等等 还有占星等等 而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怕得打两个时间在上面 那你说转成的收入吗? 有 那有人找我 教拉花 教吉他 然后 用占星帮忙解盘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 我可以 我完全不排斥这件事情 但是我认为 我花了时间 在这上面 那 必须是要有一些回馈的 我并不是 这并不是一个 公益事业 对 而天下也没有白吃午餐 其实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在要求别人时候 我们势力会有一些 我们有付出 那必须要回馈 那才是一个比较 健康的人际关系 健康 对啊 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一个 健康的人际关系 的一个维护吧 我付出时间 那有回报 而且我们 也花了时间 所以 更何况是说 我们 随着年龄增长 那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责任 就越来越重 我们对社会的责任 越来越重 我们在花时间的 时间上的成本 就越来越高 既然我们愿意花时间 在做这件事情 虽然是我们兴趣 但是我们确实也 付出了相对应成本 那 如果没有回馈的话 那 某种程度来说 这是一个 这会变成一个空虚的结果 或除非我本身的 生活就是 不愁吃穿 那其实 那也许就也还好 因为那不构成一个人 生活上的威胁 所以 那这样子 其实如果讲到爱情 这就不成立了 我付出给你 但我不能一直求你 那边的回报啊 对吧 所以你讲的应该是 正常的 交流 不是说请你的 爱情 爱情 我觉得爱情是不坦愧就 就是 我愿意付出 但是我不要求 对啊 对啊 我昨天才刚学到的 他讲一下 就是有一 这样变业配 我在网路上 有花一些钱去看一些课程 然后他就 就是里面讲师 就有提到说 爱情就是业配 不是 爱情 你只有怕破坏这段关系 然后你又在网路上说 觉得自己是工具人 哦 有蛮多人 蛮多情况的 可是 你就想说 如果你 就因为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工具人 那其实 你做这些事情 就是为了得到一些诡报 那这就跟商品有什麽不一样 你付出 你付钱 你只要拿到东西 那 那个讲师有提到 有一首歌就是 我愿意喂你 就是王菲的一首歌 然后什麽连牺牲性命都愿意 那 送早餐这些 和送早餐这件事情 你愿意付出 你就不要抱怨 因为那是你愿意付出的 对 其实爱情呢 几乎都是 有些人说 就是自愿付出 那就是牺牲 有些人会说 我为你做这麽多 但是这些都是你自己要预助 所以 所以就是在爱情这种事情 就没办法用 刚才你说要有feedback做讨论 因为我们的feedback 是用我们去付出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incon 我需求我 不是 不是 我讲错了 我的意思是 我是说 我是说feedback 是因为我对你这个地方有需求 所以我如果想要请求你爸妈 我就要给feedback 但是爱情是你自己主动要去付出给别人 那你反而要别人去回馈给你 就是这个就是 就是买卖行为 嗯 好对 买卖行为 所以 健康人际关系是 你真的对对方有需求 也就是说 你在请求别人帮忙的同时 你应该要 严于一些回馈 等于不是 别人要 任何时间上的花费都是有成的 对你的来说 ok 清楚好 好再来 最后一个k就是 大家常见的kpi 你对kpi有了解吗 就是评估自己做事成果的一个 指标 对可以说指标 做事成果好坏的指标 ok 他的全部 那个全名叫做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就是 关 关键表现指标 对没错 那他主要问题就是 欸不是 他主要可以达成就是 你可以去了解 阅读一些关于绩效的管理 还有分析自己的kpi 是否符合价值 这其实听起来有点学术 你就对这样的描述 你有什么看法 嗯 其实我觉得啊 嗯哼 我觉得 其实这就有点像是 数据记录上的回馈机制 嗯 我想要培养一个 习惯 我们想要培养 规律运动习惯 我们想要培养规律运动习惯 可能是慢跑 那为什么想要规律运动呢 我想的是身体健康 嗯哼 那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身体是健康的 那我们师弟可能会去做一些 基材的测试 可能是embody 就是测量自己体质啊 或是一些局部脂肪的分布啊 嗯 那我们测这些就是为了知道说 好我们先测 运动前先测 然后我们运动了一段时间 也许半年也许一年 我们再去测 嗯 然后发现自己身体健康情况的不同 嗯 那半年或一年后这个的结果 成果是不是有达到自己的需求 所以他有点是像结果分析讨论那种感觉 啊 所以他才会放在最后一个BBKIK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自己有在 就是生活中有做一些KPI的例子吗 就你对自己的进步 其实我觉得 我没有特别做 但是我可以从一些 这个世界给我的回馈 得到 我觉得有达到KPI的效果 例如例如 我大二开始 学人生地向才艺就是吉他嘛 他有料理嘛 然后学学学学 大三时候有人找我去音乐季 当吉他cover 有人找我去艺术季当甜点师 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KPI的指标的回馈 因为我开始学到 别人愿意找我去做这件事情 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应该某种程度我是学到 可以分享的一个阶段 从初学零基础开始到分享 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分享出去 也就代表别人认同你的这个优势 那可见这个过程 那就是一种KPI 这个过程一定是耗费大量的能量跟时间 还可以 你应该说 耗费大量的能量和时间 确实是没错 但是那是累积起来的 例如 我在拉花一天大约两杯 那大约十五到二十分钟就可以结束 你要说 那天会变很累吗 其实也不会 但是累积起来确实那是一个 累积起来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那这边可以放一个 一年前的拉花根 可以 再来呢 这边跟大家讲说 其实讲了这个 这个英国大横 这个地产大横的提出的这个概念之后 它是算一个 广略性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我找到一个比较 更精准的叫做 Smart的方法 Smart 它的S代表的是specific 就是目标明确 就是我们一开头一直讲的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第二个叫做 measurable 就是你要去量化它 怎么样 你的目标到底分哪其想 再来第三个 A嘛 A就叫做Action 这个叫做 What's that?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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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Oriented 叫做行为导向 也就是说你达成这个 你要达成这个目标 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去执行 怎么说叫做明确 例如说 我想要英文能力变好 那我每天要听英文30分钟 你要把这个每天听英文 你不要只写每天听英文 因为ok 那我今天听了Apple这个单字 ok我听了 不是这样你一定要把它明确的说30分钟好 那我就是30分钟专注在听英文这些事情 做笔记啊任何的 只要是跟英文有关的就好好把它调理出来 ok 在第四个叫做R R是Realistic 就是务实的 这个目标是你可以 对 是真的达到的 不是说我每天听英文要25个小时 是什么可能 一天就做24小时 就是要你能达成的事情 React Realistic 那最后叫做Time bound Time bound是有限性 就是这个目标是 诶就是你能完成 例如说我希望在明年的几月 然后做了某一件事情 例如像考脱服吗 ok 真的是评估你 这系列的过程有一个有在 打成 所以这叫做smart的方法 补充一点 其实 很多 其实我在大三开始 大三之后 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想把我想做事情列出来 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说我 用4K图画的值 然后放在书上去做分析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把那些想做事情把它列出来之后 我把它分配到每一天的schedule上面 我称它为schedule 那就是为了解决 我之前会觉得人生方向不明确 就可能下课 然后去摩斯汉堡买完东西 然后走出来去 然后我想要干嘛 爹你有那个时期啊 大一大二十后 我觉得那个 那个感觉就很不好 很推理 所以我为了解决这个感觉 我想了一条方法 就是因为当时不知道 我那个时段要做什麽 因为可能是下午3点 你晚上可能5点了 还有那个小时 对那我可以干嘛 对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才列了schedule 从3点到5点 3点到5点是练小提琴 或者是练吉他等等的 之类的 那有人会说那几乎你 把这些事情分配在 那个课表上面 你不会觉得 人生太无聊了吗 我说 如果真的照着做那就太无聊了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时间都是坦适的 你不知道做什麽事的时候 我就会知道你有个方向在那边 例如如果你想要 你必须要完成一个报告 那你还没完成 那就完成啊 因为报告比较重要 那我再补充一个什麽 美国的一个将军 凡艾森好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也算是一个我做事一个原则 或是 他说 就是计划感受上变化 那这是我对中国的翻译 就是计划感受上变化 但没有规划哪里来的方向 ok 刚才像你提到说 那时候会觉得很蜷蜜 这其实有一个朋友他有问我说 為什麽有时候心感觉到不安 那其实心感觉到不安定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麽 所以如果你能规划去落实你这些事情 或者是像刚才几乎讲的 Rek讲的 他有... 不知道做什麽事情 但他其实有个方向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的提升 你的心的不安这一点就可以被破解 其实我觉得心的不安 真的因为我们有意 因为我知道我心不安的感觉是什麽 之后继续工作 天然萌 然后公布时间 然后有工作 然后有摄影 不丰富吗 有丰富啊 就喜欢的事情 对啊 很赞啊 谢谢 好 所以刚才讲说新的不安是... 那可能有些... 因为其实每个人不安都不太一样 双子二宫吗 双子二宫吗 双子三星 开二宫 好 那最后大部分都讲完了 那... 主要其实讲这些方法 还有VVKIK跟SMARK这些方法 其实就是检视你自己的生产力 还有核对自己的人生重要元素 对 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这些一系列方法 可以找尋自己 未来想要成为怎样的样子一机 你的目标要怎样去达成 那... 秦魏可能你想在最后有没有一些... 座右铭或者是回馈给... 就是听众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就是怎么样确认自己的目标 怎么样确认目标 先画出双图吧 对啊 那... 你画出双图 分析自己 到底想要成为什麽样的人 理想中的自己 应该是什麽样子 也许不会是未来真的长那样子 但是你知道你现阶段 到底想要的是什麽 这样不断分析下去 那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 Planning is everything 对 如果你想做什麽事情 那就去做 去规划去做 例如我现在想要洗牙 那我就... 就会洗牙团 洗牙示范团 我想要洗牙 那我就去啊之类的 如果我想要学画画 那我现在就去画了 我现在就会去查资料的 然后去做 Just do it 那还有第三点吗 想做什麽就做 ok第三点想做什麽就做 但是还是要先想一下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是有什麽样的价值或是目的吧 目的 ok好 那我们就... 结束囉 ok 欢迎下次的... K9的好不好 K9的好不好 ok拜拜 好像要这样遮住 好 即... 为何... 这是... 对不起我这是太丑了 哈哈哈哈 是... 哎哟我是不是那麽尴尬 哦... 为... 有啊... 啊... 嗯... 嗯... 啊...